存存画布格式 我们完成了透明背景的设定之后 在存档之前 我们可以先确认一下 我们所制作的这个内容 能够尽量的符合我们的这个画布的大小 这样子避免我们之后在应用的时候 它的周边会产生比较多一些多余的空白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大小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存档这个地方按下去之后 那我们会发现呢 它的这个档案形态就是所谓的Photoward的档案 那也就是这个画布档 或者我们叫它范本档案 那我们给它一个档名 例如给它123 接下来我们按下储存 那么我们就制作完成了一个 可以重复运用的一个画布档